我们所知的世界终结于地球和月球纳粹之间的核战 幸存的人类不得不离开地球 乘坐飞船来到了月球暗面 避难所是一座前月球纳粹基地 一天一艘未知飞船朝基地飞来 基地领导宝儿姐下令击落飞船 但是宝儿姐女儿小美却成功用机械臂抓住了飞船 舱门打开 技术哥带领着一群人下了飞船 原来这艘飞船是技术哥利用各种零件拼凑的 这技术属石牛 至此技术哥也成功地在月球落脚 一边崇拜乔布斯的拜月教正在开会 拜月教主发现有人在用翻墙软件 二话不说就让教徒领了盒饭 看到这一幕的小美 跟起几百斤的小锤就把大门打个粉碎 拜月教主拿官二代小美也是没有办法 一天小美正在做日常维修 突然发现了一个黑衣人 小美一路跟踪没想到反被偷袭 醒来的小美惊讶地发现黑衣人 是被母亲杀死的月球元首 一番扭打月球元首求饶 并拿出一颗糖给小美 宝儿解持下糖瞬间年轻了二十岁 这可把小美惊呆了 她急忙来到元首面前 元首也告诉小美 一段时间前来我们到这一幕 后一段时间很长 我们的船长被困难了 我们的船长被困难了 但我们在幸运中 我们找到了一幕的空 和水和水和生命 我的兄弟是在操作 他叫我們去找到和合作的交友 我告訴他這是錯誤 當然,我被證明了 在這個地上,它們是我們的 我知我的兄弟永遠不會明白 I stole some of our precious Vorelia and gave it to my two favorites Adam and Eve Paradise was doomed My brother ordered us to take our ship and move underground You see the earth is hollow In the center you'll find enough Vorelia for all of us 随后小美和队友踏上返回地球的征程 伴随着帅气的降落姿势 小美一行人到达了地心 这里完全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美不胜收 跟随陆吃小美大家顺利的来到了外星人据点 拜月教众人看到了自己的神乔布斯 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大腿 没想到成了别人的盘中餐 小美三人慌忙而逃 搭壮为了掩护小美和季树哥 骨手单条森龙不出意外的被抓 小美和季树哥轻松潜入放圣碑的地方 小美用她几百斤的小锤片过机关成功拿到圣碑 没有圣碑支撑的太阳很快滚落了下来 一番你追我逃的游戏开始上演 最后小美三人成功逃脱 驾驶着飞船回到月球 为了夺回圣飞 蜥蜴人全部出动来到月球 吸托了起着威猛的霸王农场 不料被保而起一脚踢翻领了盒饭 就在月球元首沾沾自喜的时候 拜月教的自爆手机却结果了她的性命 小美已成功带着幸存的人们 飞向了黑暗的宇宙 所以战争从未有过赢家 愿世界和平 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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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